我们这里上网课大部分用的是腾讯直播课堂 还有一些别的直播软件 从我个人来说 我们班,我是带六年级语文的 我们班有77个人 每一次能够看到提交作业的 大概在58左右 有时候57,有时候59 基本上都是这个数 我们这里是属于农村学校 据说我们班有一个学生 他有姐弟俩 他们是姐弟俩和父亲三个人 共用一个手机 到上课的时候 姐姐和弟弟都要上课 那这样时间就没办法保证 所以说在农村的话 这个上网课可能不能保证全员参与 对于这一点呢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 从网课 首先第一呢 从网课的出勤力来说 他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那这一点呢 是跟教育一样面向全体学生 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 是相违背的 第二呢 从学习的效果 学习的质量来说 有的学生 有一部分 可以说是一大部分 他们的笔记 整理的比较详细 作业呢 也比较认真 那还有一部分 这要占一小半的人 笔记写的特别少 作业呢 也写的非常的马虎 那像这样的话 我预测啊 将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那作为我来讲的话 我还是尽心尽力的 去上好每一节课 不辜负学生 对得起自己的心 教育是 我认为教育啊 是用一棵树 去摇晃另一棵树 用一棵心 去震撼另一棵心 我能够听到 从对面发来的回声 我就无愧了 问心无愧 那等开学之后呢 疫情结束 开学之 开学了之后 有些该补的 还是要补 我认为